这个饼的颜值太高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好,我是小娘 今天我们用结瓜跟胡萝卜来煎饼吃 因为接到一个小朋友妈妈的留言 说她没有婆婆也没有娘 自己带孩子 她的小孩吃饭又很细 最后一句话说 小娘,我多么想有你这样的婆婆 我说没关系,你想学什么做什么 你就把我当你婆婆,当你妈妈就好了 我不会做别的 做吃的是没问题 于是她说小孩愿意吃葫芦瓜 就是结瓜,但她又不必做 于是今天这个饼就成立了 结瓜擦得越长越好 胡萝卜也是擦得越长越好 因为这个不能用刀切 相信这个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这个小工具 你们没有正方形 普通的擦就可以 擦好了 现在还需要一点点的韭菜 如果你没有韭菜也可以加一点点的葱 我每次擦韭菜都会示范给大家看 韭菜的管理 这些韭菜是我从家乡回来以后种的 到现在也就是七个多月吧 长得非常的粗壮 看我这下天一直展示给大家看 你看这一把有多少颗 差不多有二三十颗 我每次都会这样扣一扣 再买上草木灰 韭菜一定要有草木灰才长得好 干完了韭菜 今天用粉丝朋友的强烈要求 说小娘你一定要吃那些小苦瓜 你都拔掉太可惜了 我给你们看看 这个院子的苦瓜已经泛滥 我基本上每天都拔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长得太多太多 今天我把这小嫩牙 也就是苦瓜的头 掐一些烫一下 加上点酱油膏吃看看 有朋友留言说你可以抬下来煮茶 你看看这么多 你根本没办法吃完 到处都是小番茄都被它爬死了 你看都爬在花生上 爬在江上 什么地方都往上爬 连这个韭菜都能爬过来 我一直拔一直拔 好了清洗一下 今天用的韭菜不多 用五六颗韭菜就好 只是发在表面好看 有一个味道而已 韭菜切得越细越好 吃素的就可以不加葱和韭菜 我会用我的小双面锅来煎 所以我加两颗鸡蛋刚刚好 但是如果鸡蛋小 你要加三颗 根据你锅的大小而定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像这些鸡蛋大概是60克 但是菜我不可能每一个都冲一下 就是大家自己参考 锅底刷油不要油太多 我每次煎饼油都很少 擦的长长的丝 就这样摆上 这些丝没有经过盐巴 直接放上 千万不要用盐巴腌锅再放上 让出来软啪啪不脆 调好的鸡蛋液 均匀的撒在上面 千万不要一下子倒下去哦 如果你觉得自己技术不行 就先不用开锅 等着完全弄好了再开锅 这样比较安全 有人说这个双面锅在哪里买 你自己搜网络看看 双面锅有很多个品种 这些菜都很好熟 翻个面就熟了 看彩虹一样非常漂亮 煎饼有个小窍 火不用一直开 有时候关火停顿一下再开开 这样比较容易熟也不会糊了 这是小窍门 再一个小窍门就 怎么样把这个饼拿出来 这个我已经示范过多次 在其他的锅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一张纸翻过来刚好 这样就非常简单拿出来 也不用用铲子 因为饼比较大 如果用铲子 弄不好你会铲破 很漂亮 如果小朋友的妈妈你看到这 就不要再为难 你的小朋友爱吃结瓜 是个好现象 多吃瓜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我真的很同情她 小孩子挑食 真是难为了家长 今天有个朋友留言说 小娘都不摆盘 这次我就摆一下盘 其实我以前的影片都是摆盘的 拍吃 好好吃 这个饼是不是太简单 最后总结一下 擦好了丝 千万不要用盐巴腌 这是要注意的重点 这个饼做起来很简单 绝对的没有失败 不要光看不练 现在我剥开了 直接把我擦回来的苦瓜小头 加下去 翻炕三分钟 这个水都可以喝到 捞出来 加上酱油膏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以前有吃过大的苦瓜头 这样小小的觉得 擦的时候很麻烦 擦了半天才擦这些 但是很好吃 有益健康 感谢网友朋友 只让我多吃小苦瓜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